等21人临时提案 我们有建立灾害防救的成功 关键除了政府机关的合作之外 更需要民众具备 防灾的意识 继续投入演练 以快速配合政府的救灾反应 在最短时间之内控制灾害 并启动防救的机制 现行灾害防救法 对于花时间投入参与防灾演习的民间人力 仅规定给予公家 为有效提高民间参与防灾救灾演练的意愿 唤起民众意愿 做好全民防灾的教育 鉴请行政院启动延迷灾害防救法制修订 参考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 对于民力的征用 主办演习机关 得以实际需要供给战术 交通工具或改发代金等其他配套措施 以提高民众参与演习的意愿 更让更多民众接触防灾演习机制 以强化整体国家的防灾能量 是否有大进行